主席 作為同仁 我們的政府官員 特別是僑委會官員 大家早安 可不可以請委員長 謝謝 請問委員長 第五委員早 委員長早 今天大家其實談論的焦點都差不多 那麼首先 我本席同意這個江啟成委員的這個看法 就是我們對於這些僑民或者是台商之間的照顧 聯絡 它必須是要有系統 要有步驟 我舉個例子 在我們僑委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 你能夠做到什麼 它必須有緩急輕重 假定今天發生緊急危難的情況之下 你最先要聯絡的是哪些人 你最先要撤退的是哪些人 有沒有優先順序 否則的話 你今天講到華僑的話 那整個東南亞都是華僑 它有多少華僑 講到台商的話 有大陸去的台商 從台灣去到大陸 從大陸到越南去的台商 也有從台灣過去的台商 它對於我們國家的不管是經濟 財政 或者是政治的影響都不一樣 對不對 像政治老橋 雖然它是老橋 它已經在當地已經好幾代了 但是它的政治影響力非同小可 它對台灣的經濟的影響力也非常重要 這個時候 它可能它的重要性 比一個台商都還重要 我講的是從大陸去的 為什麼 因為這位大陸去的台商 早就搞不好 它已經跟台灣都沒有什麼關係了 有可能啊 對不對 但是也有可能是有台灣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不曉得 因此僑委會必須要有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把緩急輕重 做好優先順序的排列 你要聯絡的話 你也不可能聯絡幾千萬個幾百萬個橋上 這個華僑啊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 僑委會在這個地方啊 要做一個適切的安排 然後呢 要做好聯繫的管道 這個是不可避免的割捨 因為你沒有這麼多的資源 所以這個演練是重要的 但是它演練之前的整個規劃 建立那個系統更是重要 所以本席啊 希望這個 特別是我們已經期待 預期啊 不是期待 這個期待不好 我們預期整個環南海地區 不管是台商也好 或者是華僑也好 它會面對的這個 未來十年之內啊 會面對非常多的政治風暴 那這個政治風暴呢 勢必我們要有些動作 所以僑委會在這邊啊 有這個應該運用這個人力 跟自願好好去做規劃跟演練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啊 本席對於這個 剛剛這個陳歐普委員 這個本席啊 覺得這個我們 我們對 就是說這個台灣的主體啊 主體性 主體意識 跟我們的這個社會 跟我們的華僑 跟我們的台商去做聯繫啊 做這個溝通啊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台灣的主體意識 不等於與中國大陸的敵對 這是兩回事情 台灣的主體意識 是強調我們的民主 強調我們的這個生活 我們的文化 但是跟大陸敵對是自討苦吃 對台灣是沒有絕對沒有好處的 所以這兩個事情要釐清 台灣今天 我們的出口的40% 是到中國大陸跟香港的 我們的進口超過16% 進口的第一位 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跟香港 這個經濟的事實 已經成為事實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能隨便跟 一個這麼樣的重要的貿易夥伴 去進行敵對 所以台灣 但是台灣的主體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嘛 我們維護的是一個文化 維護的是一個民主體制 這個絕對是重要的 所以本習希望這個 觀念上要釐清 否則的話 我們是自己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另外一個就是有關這個 信用保證基金的問題 到底這個信用保證基金 怎麼樣去安排 我覺得喬委會這邊 還是要去做一個 一個詳細的評估 詳細的評估 問題還是一樣 我們的資源有限 對不對 如果這個台商 我們一定要做評估 我們不需要他交出很複雜的 可能不需要 叫他很複雜的這種 官僚體系的文件 這些不需要 但是我們自己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指導原則 假定 他是一個對台灣 完全沒有經濟貢獻的 一個台商 跟一個對台灣經濟 有非常密切的貢獻的台商 請問你要同樣一筆錢的話 你要撥給誰 這非常清楚的 我們今天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一定是以台灣為主體 以台灣的利益為優先 對不對 不管是政治或經濟的利益為優先 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來做這些事情 這個也教育我們今天 在海外的台商 他對我們的國家要有回饋 我們講老實話 今天台商到大陸去的 有成千上萬 保守估計八十萬到一百萬 多少人 今天這個月底要交稅了 有多少的這些同胞們 他們是規規矩矩的交給我們國家稅收 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跟大陸 要簽訂租稅協議的關係的原因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稅找回來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他的身份 但是他沒有進的國民應該進的義務的時候 我們大量的資源 我們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一定有優先順序 這是本系所要強調的優先順序 不是說否定他們 他們當然要幫助 可是在順序上面 你要訂出一個規矩出來 我再次強調 不是否定海商的貢獻 但是對台灣經濟的貢獻 我們要訂出優先順序 對台灣的政治貢獻 我們也要訂出優先順序 所以這個是除了血顏以外 除了文化的生活背景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實裡面 我們就是這麼多的資源 所以在分配次序上面 一定要有一個規劃 另外一個宏觀電視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宏觀電視本身 到底是喬委會該做的 還是其他單位該做的事情 我希望喬委會在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去做一個研究 您剛剛提到這邊 剛剛報告提到阿里郎電視 其實新加坡也有 日本更是明顯 英國BBC 他的電視本身 日本的NHK 他們對電視本身 不僅對他們的人民 對他們的僑民 對他們的人民到海外的旅遊 甚至對全世界的重要的這些觀察家 都有一些影響力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評估的是 宏觀電視 到底他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是誰該來主辦 本席一直認為 這應該是過去的新聞局該辦的事情 但是現在沒有了 到底該怎麼辦 因為你必須要把他做的事情先定位清楚 你才可以由來誰來負責 而他才可以撥預算 如果純粹是僑民的話 真的 以現在這種資訊網路的發達的話 他可能沒有必要性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他有其他的政治 或者是其他的意義 譬如說 你對台灣現在有這麼多的人民到海外去 他希望看得到我們的電視 這個時候不是那麼容易看到 那麼觀光旅館是不是都應該有這些電視呢 是不是應該可以落地呢 所以但是他是該誰負責呢 所以本席認為宏觀電視這部分 我還是請僑委會 好好的評估全世界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該由誰來負責 以上